特朗普昏招导致众叛亲离。这个组织要对美国大开杀戒。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宣布,华盛顿将退出2015年经过国际斡旋所达成的伊核协议。 特朗普还宣布恢复所有制裁,包括针对与伊朗进行贸易往来的其他国家的衍生制裁。 5月14日,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并举行牵管仪式。 以色列总统李弗林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帅以色列正要出席,美国副国务卿沙利文率领美方代表团出席,其中包括特朗普的女儿伊万卡和女婿杰拉德库什纳,财政部部长史蒂文姆努钦。 美国搬迁使馆恰逢以色列建国70中年,巴勒斯坦人则将这一天视为灾难日。 当天,巴勒斯坦人在加萨走廊举行抗议,在与以色列军队的冲突中已有至少59人死亡,接近3000人受伤。 巴勒斯坦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阻止以色列进行加沙大屠杀。 5月的中东因为特朗普的两个决定,让1亿、8亿冲突同时激化。 针对中东最新局势,中央电视台防务新观察特约国际问题专家腾建群分析解读。 腾建群表示,特朗普之所以退出伊核协议,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特朗普清楚其上位的支持者是谁。 在美国选举政治氛围里,想上位,必须要有利益集团的站台。 从其执政围队来看,他用了两部分人,一是军人。 国防部长、白宫办公室主任、国家安全事务助理,都与美军方有关,而他们的背后是强大的军工集团。 二是华尔街精英。 其内阁中,有多位部长及阁员来自华尔街。 特朗普不顾反对把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,与美国内利益集团紧密相关,也与特朗普寻求国内利益集团,特别是犹太人集团的支持密不可分。 就美国在中东点燃的这两个火药桶,一些美国的媒体认为,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,加上牵管,可能会在中东地区引发新的风暴,导致中东地区冲突,政治紧张局势加剧。 此外,美国的表态,也会令欧洲盟友与美国更加疏远。 就在人们八焦点集中在中东时,美国CNBC网站发表文章称美国,在中东地区真正的威胁并不是伊朗而是俄罗斯。 文章称,美国不再是中东不可或缺的国家,并呼吁美国削减俄罗斯在中东的影响力。 从目前看,美国在中东问题上仍处于调整时期。 美国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,特朗普鲁莽青帅的举措,正在触动中东地区的敏感神经。 在半岛电视台看来,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使美国失去了巴以问题斡旋人的资格,中东多国纷纷对美国作出谴责。 土耳其更是直接驱逐了以色列大使,并找回了土著义和驻美的大使。 欧洲多国也迅速和美国撇清关系,批评牵管的举动。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直言以色列试图将整个中东地区托入全面战争,美国更是让世界回到二战前的黑暗时代。 值得注意的是,在美国牵管的同一天,九位露面的基地组织头目扎把西里公开号召对美国展开攻击。 退群,牵管让本已复杂的中东局势在天变数。 多个盟友已与美国渐行渐远,美以却仍不顾反对执意玩火,是否得不偿失。 文刘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